这是一个脑 你可以想的是从我的左侧的一面 看到我的脑的情形 那我的正前方这个叫前额页 那我的后脑勺的地方这个叫等页 那这个上面叫顶页 那其中呢 我们现在大概知道跟数学计算能力有关的 那就是比较上方的部分 那这个区域它大概是在后顶页 大概是在我的左侧的这个位置 我们现在知道说大脑跟计算功能有关 最主要的区域就是在这个顶页 那其中呢 这个顶页它又可以再分得很细 可以再分得不同的很细的区域 各自跟不同的计算能力有关 其中最重要的地方叫做顶内勾 它是一条线 所谓的勾就是个凹槽 我们知道大脑它的整个结构 是有凸出来的地方 也有凹进去的地方 有凸出来叫做回 凹进去叫做额勾 那所以这个顶内勾 你在图上看起来虽然是一条线 可是像它是凹进去的关系 你把它给摊开的话 其实还蛮大一片 这个区域叫顶内勾 我们把它叫做 它是跟数量的概念有关 所谓数量概念指的是说 当你看到5你认不认识 你看到阿勃数字的5 你知不知道它的表征的概念 是等于5个东西 这种你对数量的认识 相对的你看到6 你知不知道它表征的是6个东西 像这样的概念 那下一个位置呢 则是搅回这个区域呢 在这边请先容许我用语音提取 像这样的功能来解释它 如果对这个区域具体做什么 我们等一下可以再讨论 但是在数学计算上 通常我们会把它当作是 语音提取的功能 所谓的语音提取 我们指的是说 比如说当你看到8乘7 等于多少 这个时候你不是经过复杂的计算 你看到这样的题目的时候 你知道答案就是56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都是被92乘法表 你看到87 你就知道它是56 你就好像是 从你过去的长期知识 从你的长期知识表征当中 提取一件事情 这样的方式 把它给提取出来 我们把它叫做语音提取的功能 那另外这个区域蓝色的部分 这个叫圆上回 这个东西我们把它叫做 是跟语音跟空间的工作记忆有关 那举个例子 比如说当你在做5加3 等于多少题目的时候 你必须要先把5这个数量 给放在你的工作记忆当中 保存一下子 你再看到3 再跟你刚刚工作记忆当中的讯息结合 最后知道说最后答案是等于8 像这样的一个运算的一个历程 好那最后跟各位看到的这个是 所谓的顶上页 Superior Parallelobio 这一块红色的区域 这个区域我们现在知道说 它是跟注意力的资源比较有关系 也就是说当你在做 比如说5加3等于8的时候 你必须要把你的注意力的资源 给放在解决现在这个题目上面 所以大致上我们现在知道说 大脑的后顶页 是最主要跟计算相关的一个区域 事实上还有其他地方 我们现在透过大脑连接的 这些研究证据 我们知道说其实是全脑都在运作 只是它核心的区域 是在大脑的后顶页这边 这个是2013年刊在 General Neural Science的文章 他们做的事情呢 是去探讨33位17岁的美国的高中生 那美国的高中生都必须要做一个测验 叫PSAT 这个PSAT很像我们的联考 它是美国的 有点像SAT的这种成绩 那可是不一样的地方在于 PSAT不是决定你能不能够入学用 它是决定说 你用这个考试的成绩 你能不能够申请到奖学进 如果你成绩越好 那你申请到奖学进的基础就越高 那美国每年有上百万名学生 参加这样的考试 它就对我们来讲 很像是我们的大学联考 指定科目考试一样 所以这个成绩的好处是每个大家都有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有一个更大规模的一个比较 他们就去扫描了 33位17岁的高中生 然后呢 用这33位的学生的PSAT的成绩 去跟他们躺在词证造影扫描一里面 算加法的时候 大脑活化的情形做相关 结果发现了一样的事情 就是第一个 大脑的脚活化越强 你的PSAT成绩越高 相对的 你的顶内勾活化越少 你的PSAT成绩越高 看起来很像是说 数学成绩好的那些人 比较倾向使用 Enuragirus 脚活上去 而比较不倾向使用 顶内勾 只有在算加法的时候 那所以这是很重要的结果 我现在跟你讲说 你的数学好不好 完全是你看你的顶业的功能 你的顶业活化的强 或是活化的弱 这个种族叫皮拉哈 他们的语言当中 没有所谓的数字 研究人员就去探讨 像这一个种族 他们的对数量的使用